花蓮之名的自强夜市 那么在昨天晚间惊传了枪响 有一间烧烤店门口的古董轿车 被不明人士开枪 击中了挡风剥离 幸好没有人受伤 但店长跟警方说 很有可能是最近 他们在附近开了分店 生意太好 因为有人眼红 结果被开枪警告 警方在红色古董车旁 拉起封锁线 车前挡风剥离 整个碎裂还能看到明显弹孔 我看路上没事 我一回头就看到 掌风会是已经破掉了 就是听到像东西打到玻璃的声音 女店员回想起事发当时 还心有余悸 晚间九点左右 花蓮自强夜市一家烧烤店 遭不明人士持瓦斯枪射击 其中店长的古董车后随即逃逸 幸好当时店内没有客人 因此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警方获报立刻赶到现场 进行财政 针对性吧 针对性 怎么样的针对性 针对一个很努力的联系人 对眼红这样子 我认为是这样 这个被害人 他称是没有与人结怨 目前我们也不排除说是这个 无聊人士 他这个试枪 烧烤店长向警方表示 最近因为店内生意不错 在附近又新开分店 有可能因此招人妒忌 开枪警告 警方已经着手调查 要找出证明 开枪嫌犯 记者洪本跳 花蓮报道 看见有没有人打开枪 目光是有没有人打开枪 二次葫衣被主动摄政 你有没有人打开枪